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摄善一道经》第十五面 最后一行 四世庄严固 常勤摄画一切众生 要照前面经文完整的句子来念 就是龙王 主要延迟 行 摄善道 以四世庄严固 常勤摄画一切众生 这个样子句子就完整了 世间法 这个错世间法我们不谈 错世间法 最低限度是讲四圣法节 严格地讲是讲一真法节 这个层次太高了 我们只讲六道 六道里面 一切人与四 最困难的 是人与人的相处 如果人与人的关系搞好了 能相处了 这个六道 六道的境界 跟祝福如来的一真法节 设在讲就没有差别了 那么由此刻之 人与人相处 是六道里面第一桩大四节 也就是教学里面的第一个宗旨 何以四圣以上的法节 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他们是真正久 所以我们在佛经上看到 阿罗汉拼之佛 他们所证的的果位是正久 他是真正觉悟 真正觉悟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没有真正觉悟 这四圣法节 包括飞翔飞飞翔出天 我们接受圣贤教育 所为何思呢 无非是学得 圣贤人 他怎样跟大众相处 我们学了一种事情 这在世间称之为大学问 只要将这个问题解决了 其他都不成为提决了 那么佛教导我们的总纲领 总原则就是这一句 四圣贤 四圣是摄受 摄受的意思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亲近 借近 亲近 佛在这个地方 跟我们讲了四个原则 这四个原则 第一个是不失 第二是爱与 第三是立行 第四是同事 用这四种方法 摄受一切众生 摄受里面最重要的 是教化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欢喜顺从 教化 这就叫摄受 在世间 范围最小的 是夫妻 夫妻两个要懂得四摄法 要修行四摄法 这个夫妻真的是 本年好后 我们世间人讲 恩爱夫妻 从这个方法上建立它 落实在一家 家庭红 中国艳于长江 家河万四星 落实在这个道场 这个道场 人人道业成就 四摄无论落实 在哪一个团体里面 这个团体 决定希望 如果没有四摄法 夫妻不合 家庭破碎 今天我们看世间 有不少企业 公司做得很成功 细细去观察 它用什么方法 凡是成功 他们所做的 是接近四摄法 如果完全用四摄法 这老板毫不操心 员工一定团结 像一家人一样 相亲相爱 互足互足 哪有不兴旺的道理 永远的兴旺 决定没有衰退 四摄里面 缺了一条了 缺了两条了 问题就来了 这个道理 我们要细细去研究 如何把它落实 圆满的落实 这是个教育的问题 教育是教人觉悟 如果不教 佛菩萨对众生再好 为什么佛不度众生 佛这个方法这样圆满 为什么不到这个世界来度众生 佛不来 佛不来 那就佛不慈悲了 大慈大悲 怎么能讲得通呢 佛之所以不来 是现前众生不能接受 是现前众生不能接受 换一句话说 不能接受佛的四摄法 这就与佛无缘了 佛不度无缘众生 佛对一切众生的不失 是法不失 不失财不失 都一定要晓得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他的生活是拓波 他全部的财产就是三亿一波 过最简单的物质生活 没有一丝毫多余的 所以说财不失呢 他没有力量 他用的是法不失 教化一切众生 法不失 实在讲也离不开财不失 这个财是叫内财 他的体力 他的精神 这属于内财 他是内财不失 而没有外财 辛辛苦苦 四十九年 没有中断 天天在教训 天天为大家上课 什么人得利益呢 用中国的话来讲呢 好学的人得利益 所以好学 是我们这一生 成败的关键 哪一个人好学 哪个人就得利益 得利益多少 是在他好学成分之道啊 他十分好学 他得十分利益 他三分好学 他只得三分利益 好学里头最重要的 这是佛在一切经典里面 都说了 无数次的 我们展开佛经 从头到尾看一遍 记忆很不糊 有一句话 应该记得很清楚 这一句话就是 受持读诵 为人言书 为什么记得很清楚呢 讲的变数太多了 一部金刚经 只有五千个字 这一句话讲了十几遍 这是不厌其烦 反复定理 你能不能成就 就在这八个字 你能不能够接受 你能不能够保持 你能不能读诵 你能不能为人言书 言书是表演 做给别人看 把佛菩萨的生活行为 做出来 给人看 这叫言 言是言习 诸佛菩萨 视线在世间 我们常常读到 游戏人间 他都是在世间做戏 做世间表演的 让世间人看到之后 觉悟 行悟过来 我们为佛弟子 我们是四中弟子 每个人身份不相同 工作不相同 必须在现有身份 现前工作里面 做出表率 做出模范 这就叫为人也 你做出好样子 就有人向你请教 向你学习 你再教导他 这是说 那么换一句话 如果学了不能够做到 但愚未学 你教别人 别人也不相信 一定要做出来 所以每一步经 到最后一句话 佛都是教导大家 信受奉信 这个诸佛菩萨 是现在人间的 四摄理的地 不失摄手 我们看他世间人 跟学佛的人 确实不一样 世间有没有善人 有没有好人 有 我们看到很多 像这些年来 提倡儿童杂根教育 提倡读圣贤书 了不起啊 大善人 但是他不是佛菩萨 怎么知道 不是佛菩萨呢 这么多好的教材 后面一翻开 版权所有翻印 必就完了 这一到就 封死了 不能够利益 天下众生 为什么 你要读这个书 一定要花钱 向他买 你要想翻印呢 那他追究 打官司 你就得上法庭 你还要判刑 所以这是反复 这不是佛菩萨 心量很小 我很有好东西 但是你一定要来跟我买 我卖给你 不能流通啊 佛菩萨 心量大了 爱社会 爱众生 希望各个人的利益 决定没有办权 我们看真的好人 假的好人 就在看他要不要版权 他有没有自私之力 自私之力没有放下去 他行的好事 也不过是世间游漏的佛报而已 世间游漏佛报到哪里去想 很难讲啊 无界诗善修得很好 莱森得人道 无界诗善修得不好啊 到哪里享福呢 我们看到许多外国人 富贵人家养的宠物 他将来就变成那个东西了 他的前途就如此 畜生道去想福了 莫鬼道去想福了 他也行 发不识 也行 才不识 自私之力 没有方向 所以多半都是到这个年道去了 小宠物很聪明啊 很懂人的意思啊 为什么呢 他前身秀发不实 他的生活环境很好 你看一家人的爱护他 照顾得无微不至 他前身秀的才不实 国报到哪里享受 我们要清清楚楚啊 所以我们看到世纪有不少啊 也算是有心人 看到后头版权所有 翻印避旧啊 我们就寒心了 我们就寒心了 为什么呢 不能普及 不能教化广大众生 非常非常可惜 他本来可以做大师 大圣人 可以做救世主 这一下呢 他还是个 过低凡夫 祝佛菩萨看到 也感叹了 也摇头 也感叹了 所以学佛 最大的一个障碍 怎样突破自私之力 黎炳南老巨师 往年常常叮咛 祝福我们 学佛要改心 改换心理上的观念啊 没学佛时候 齐心动念为自己 为自己家庭 这是凡夫 六道凡夫啊 你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 学佛之后啊 把这个念头啊 改过来 齐心动念呢 想着一切众生的修福 齐心动念 严与造作 都为一切众生修福 修福不是我自己想福 修福让一切众生向福 不分国家 佛经里面讲 国土啊 不分国土 不分族类 不分宗教 一切都不分别 平等看待 普遍的利益 这是佛弟子 这是佛弟子 为佛弟子 齐心动念 还有自私自利 这是假佛弟子 这不是真佛弟子 为什么呢 佛不是这种心 佛不是这种行为 我们看看古书 古书没有版权所有 这个古人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没有这个概念呢 还不够 后面还印上几个字 欢迎流通 功德无量 鼓励你去翻印流通啊 为什么呢 造福社会 造福众生 把这个智慧福德扩大了 扩大到虚空法界 所以佛常常教导我们 心包太虚 两周杀戒 我们一定要懂 过去我在台中 台中连续 慈光图书馆 出版这些东西 后面也印版权 所有翻印笔究 我说了几十遍呢 错误啊 大错特错啊 完全违背了 佛菩萨慈悲度势的精神 培养自私自立 分门分派 破壶 活活生 阿比地狱罪业 跟李老师三十多年的学习 学到最后 还免不得 还免不了堕阿比地狱 你说多冤枉 你说多冤枉 李老师没有这样教给我们了 我跟他 我跟他神联了 我跟他神联了 开金记里面 头一句 是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学佛的人 把佛的意思错解了 误解了 头一个就不是佛心 依旧是凡复心 轮回心 轮回心学佛法 还是搞轮回 出不了轮回 要把轮回心改成菩提心 菩提心里头没有自私自立 菩提心理 念念是为佛力法界众生 净虚空便法界 所以我们的不识 一定要用这样的心 欢喜不识 尽心尽力的不识 尽心尽力的不识 无论是财不识 法不识 无意不识 这是佛心 古无大德 常常教到我们 从根本修 根本是什么 根本是尽心 其心动念 我们其心动念 跟祝佛菩萨 其心动念完全相同 我们这一生在菩提道上就肯定成就 如果其心动念跟佛菩萨不一样 那就有问题了 自己就要想一想了 将来会修到什么地方去 千万不要以为我做善事 一身行善 后头版权所有翻印避旧 还是要堕落 你的那个善依旧没有离开自私自利 换一句话说 你的行善了 你的根不善了 枝叶化国很善的 根不善了 你那个善不是真的是假的 你那个善是一时的 不是长久的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有思学法 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 太大太密切了 我们要多讲几次 好 今天就讲到视频 没有人来看 你没想到 我行一切拍摇 利益 我行我的老子 但是我能做这个道理 服务的 你自己和你一繁月 你可以去乱谷 你那些什么事 看着我 你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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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